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這支影片要教大家畫出一個肢體動作流暢的動畫 我用來示範的軟體會是iPad Procreate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軟體 也可以跟著接下來的教學一起做練習 那我會建議你要具備能畫出基本靜態人物動作的技能 再來畫動態會比較容易一些 準備好你的工具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打開Procreate之後 首先打開畫布這邊的動畫輔助功能 我們先畫出第一個停格動作的草稿 用圓圈畫出頭,畫出脖子的位置 一個方形的身體 然後兩個圓柱形的手臂 手就先畫一個圓圈 一邊畫一邊把一些多餘的線條擦掉 點的部分先畫個十字線畫出臉的方向 調整一下它在畫面中的位置 再來這邊按設定 蔥皮指數設為1 透明度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再來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畫的不是連續動作的下一張圖 而是這個動畫的最後一個動作 你要先畫出一顆頭 那這邊注意頭跟前一張超高的頭的大小要一致 身體啊、手這些的大小也都要一致 身男腰要伸長了 所以它會長高一點 一樣稍微整理一下多餘的線條 也畫出臉的中間十字線 這樣就看得出來臉是稍微往上看的 現在我們有起始的動作跟結束的動作 再來補上中間的動作 在這裡添加一個銀格 這邊的話頭大概會在兩個頭的中間的位置 紅色的就是前一張的動作 然後綠色是後面一張的動作 身體的話也畫在兩個身體的中間 那我們打哈欠的時候通常手臂是 手肘會先往上帶然後再把手臂伸直 可以先自己模擬一下 手大概會是在脖子胸前的這個位置 這邊一樣注意這個小手臂的長度跟這裡 還有後面一個小手臂的長度要一致 那右手的話因為有透視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會稍微短一點點 這樣我們就有起始中間跟結束的三張草稿 先畫好這三張草稿 我們再來把他中間連續動作補上 那要先畫這三張 而不是一張一張連續動作畫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如果直接一格一格的往下畫 很容易會畫到迷路 就是會不知道這個動作要往哪裡去 然後二來呢是因為我們畫的是人物 所以我們要確保這個人物在起始跟結束的時候 他的一些比例都是一致 就是頭的大小啊 身體大小 手臂長度等等 那一張一張一直往下畫 很有可能會頭越畫越大 或是手臂越畫越細之類的情況 再來我們就在每張的中間再新增一個影格 然後畫上結在中間的草稿 手的話也是畫在兩個手的中間 手臂像是有點往前的往前舉起來的動作 所以上手臂會變短一點 確認一下有流暢 下一個也是一樣的畫法 再來從這邊到手伸直的部分 手會先往外打開 然後再往這個弧度的方向打開 這邊我們可以先把每秒影格數弄少一點 然後播放看看效果 現在算是一個有順暢的把手舉起來的這個動作 那最後我想讓他的手放下來 再回到起點變成一個循環 這邊我可以複製第一個影格 把它拖到最後面 這邊再補上一個他把手放下來的動作 那手放下來就不會是跟前面一樣 會有一個手肘彎的動作 就會是手直直的往下放 這邊可以稍微撇出那個手放下來的弧度 就會知道手要怎麼走 這樣就有一個聖人要手舉起來 手再往下放的連續動作 繼續補上中間的影格 那因為放下來的動作比較快 所以在放下來的這邊我就不要再多畫影格 就讓他這樣快速的把手放下來 那現在要補的是 停在最上方的時候 會有一個稍微停頓一下 然後再拉伸一下的動作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 這邊這一張就可以跟前一張圖 比較接近一點 就是不用有太多的動作變化 中間的複製之後 再加一個往左邊稍微動一下 再把中間的複製來後面 感覺可以再停久一點 那就讓他再往左往右一次 好 現在就完成了這個 生奶腰的動作的草稿骨架 那因為剛才我們有複製了幾張影格 那這些後面在畫的時候也會用複製的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先更改一下他的名字 那之後會比較好找 所以這個動畫我們總共畫了 8、9、10、11 11張不同的圖 然後其中幾張然後來複製一下 就完成了這個動畫的循環 下一個步驟我們要來畫出這個人物的 五官跟頭髮還有衣服等等的變化 那我們就先從五官開始畫 可以先畫出眼睛 就畫在中間的這條線上 這邊應該是睡眼心鬆的感覺 臉的輪廓也稍微畫出來 再來畫衣服 那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畫一些複雜的衣服的話 就讓他穿簡單的長袖T恤 因為只要加一個細節 像是加一個領子啊加一個扣子 就等於你後續的這十幾張圖 也都要重複一樣的動作 再來到下一張圖的時候啊 如果你覺得這邊線條實在是太多袋太複雜了 你可以在這裡長按一下 就一直留下現在這個影格的塗層 然後再打開前一格 這樣你就只有前一個跟現在這個 一個要對照 就不會有下一個 那如果你覺得前一個是紅色 跟這個草稿是橘色 太容易搞混的話 這邊可以改顏色 colored出來的字 口紅色 然後再加一真的很巧 再選調整完整成子 領 Support version 這邊畫好之後,把它先存一張到iPad裡面 然後在畫布這邊可以打開參照 匯入剛才存的這個第一格的線稿 那再來我要像最一開始畫骨架草稿的時候 一樣先把第一格,然後中間跟最後的動作畫完 再來補上中間的音格 這樣子就可以確保人物的比例在動畫的過程中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畫好第一個跟最上方的動作之後 再來畫中間的 那再來因為我們要對照著1跟中的這個線稿去畫這張的線稿 所以我們要把蔥皮紙打開 蔥皮紙數可以直接射多一點 那現在看到很多很亂的蔥皮紙 我們就按著要畫的這個圖層 只留下它跟一還有中的影格 把它們的透明度調整到 你可以同時看到前面後面的影格 跟你現在在畫的這張圖的草稿 一邊瞄草稿的時候 一邊就要去比對一下 像耳朵有沒有在前後影格的中間的位置 然後大小有沒有一致 搖好之後就可以關掉草稿 再確認一下這三個動作有沒有連續 好了之後一樣就是把中間的這些影格都再補上 3畫好之後 再來要畫2跟4 那因為他們的身體跟頭的動作跟前後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我這邊直接複製前面畫好的1 把它跟2設為群組之後 再去做微調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先調整頭的部分 手擦比較多手就直接擦掉窗框 4的部分一樣把3的線稿 複製過來 用它去做微調 這邊就是注意一些連接的地方 像肩膀有沒有在綠色跟紫色中間 然後手臂的下緣也是要在這兩個中間 右跟左剛才是用中直接去變形來畫的 那我們這邊也把中的線稿複製過來 然後一樣用變形的方式 把它往右邊拉一點 剩下最後一張 那因為這一格跟前後的距離比較大 因為它速度比較快 所以這邊我們就 乖乖的重新再畫一次線稿 現在完成全部的線稿了 來播放一下看看效果 如果覺得不太順的地方 就再做一下微調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 就要進到最後的上色階段了 這邊可以把蔥皮尺全部關掉 然後我要用水粉畫來上色 每一個色塊都重新新增一個塗層來畫 畫好第一格之後 一樣可以把它先存到iPad裡面 那我們再參照這邊就改成有上色的這張 那因為這幾個動作都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顏色的部分 用複製在修改的方式 會比較快一點 全部上色完成之後 一樣再播放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 這樣就完成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動畫教學 大家都學會了嗎 如果你有跟著一起練習 歡迎在社群發布作品 並且標記我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我 спраш還要我 那是嗎 或者呢